小钟鲑鱼挑战脸书人气大考验,澳洲街头后脸皮要老外追踪他。 三立都会抬行脚节目周一爱玩客节目金,19日,播乎由小钟鱼尾于澳洲行,介绍澳洲后花园。 人生必游的绝世天堂,这世纪两人日前亲赴澳洲参与2018全球第一场跨年烟火后再度探访游澳壁去景点,塔斯玛尼亚,两人前往南半球最大的鲍鱼工厂,老板为了迎接小钟的到来,拿出工厂内最大的野生鲍鱼,让小钟摸得爱不释手,一边摸还一边说,这鲍鱼好大好柔软。 让鲍鱼只好在一旁尴尬地笑住。 除此之外,小钟与鲍鱼还在当地寻衣草原接受人际挑战,挑战在指定时间内照片获得一万位赞,不然就得要接受惩罚, 让小钟与鲍鱼只好毛足全力在领书上狂发一大堆可爱照片,没想到两人接受惩罚后才知道被工作人员败了一道。 小钟与鲍鱼塔斯马尼亚之行首战就先拜访南半球最大的薰衣草田看,由于拍摄当天天气好的不像话,照片怎么拍都像在拍铃杏片。 工作人员不让两人过得太舒服,于是给他们一个人际挑战现实任务,要求两人使出浑身血树拍出最吸睛的照片,要获得粉丝的一万个赞。 两人以为自己不仅卖萌,装可爱,最后鲍鱼甚至还冒险和野生动物园的狮子拍合照,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人气。 没想到最后公布结果是,工作人员骗他们没有达标,逼他们用英文向路人介绍爱玩客节目并且follow他们的脸书。 两人映入头皮,上阵成功要导一对父子为他们按赞后,工作人员这才跳出来说, 其实光单一则现实动态就已经冲破一万个粉丝按赞,让刚刚因为接受惩罚而尴尬挨上身的小钟气道在路上追打工作人员。 两人来到澳洲也没错过探访澳洲最富盛名的动物园并且和吴伟修合照, 虽说是动物园但其实根本是无边际草原,温鱼看到好多从来没亲眼见过的动物, 兴奋地在动物园里打叫,还在动物餐车里跟小钟抢注要斑马吃饭, 小钟说,虽然这一集不是礼主持,但我今天也是动物馆的一栋厨房。 最刺激的是,两人还挑战了亲手问狮子,让他们又紧张又兴奋, 因为一般动物园不太有机会能让动物与人如此亲近, 但鲁鱼竟然尝试近身夹注肉亲手喂他, 小钟以为他会被狮子吓跑, 没想到他却大喊好可爱好想要养一只。 除此之外,两人非常幸运在吴伟熊醒住的时候亲眼见到他们, 环境距离跟吴伟熊贴脸拍照, 但不知为什么这只吴伟熊对小钟很感兴趣, 一直要从树上爬下来吻小钟的头, 众人健壮,一直亏他是不是没洗头。 小钟与鲁鱼这次澳洲行星长满档, 两人本来还想要挑战目睹夏日极光, 只可惜天空不作美, 在距离南极圈的地方隐恨, 两人只好摸摸鼻子收行李回家。